这是一年前 刚胜任的马克宏 在法国国庆前夕 强硬的回应 三军参谋总长 在法国费家落报上 对国防预算的批评 他因此而被去职 三天之后 马克宏任命了一位 新的参谋总长 完成交接 四一时比一时业 十五个月之后 他最倚重的内政部长 不但公开在媒体上 批评他的大头阵 主动计划回归地方参选 而且在十月二日的 费家落报上 自行宣布离职 内政部长置于警力 不像于参谋总长 之余三军 马克宏却没有发表 任何谈话评论及推文 低调的指定总理 正式代理内政部长 但是任凭国会里群聚而攻 任凭媒体的急切追问 这是一个政治危机 没有人知道要花几天 一天两天 一星期过去了 内政部长的任命 扩大为内阁重组 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 多数党较长的阻隔时间 这种过渡期 的确在法国绝无仅有 马克宏上任15个月以来 已经有七位部长陆续离职 而且都是知名度最高的 重量级部长 他们来自不同的党团 和政治背景 在很短的时间内 加盟马克宏的前进党 没有常年班底的马克宏 需要依赖这些 有公务经验的资深大将 十天之后 在国外访问的马克宏 不得不亲自出面灭火 这看一年前 他充满权威的 我是你们的领导 相去甚远 正如同他只剩下 不到30%的民意支持 他原来希望保镖滥权事件 可以随着夏天一起结束 9月份重新出发 把焦点放在脱贫方案 和退休金的改制 但是环保部长 和内政部长 吴玉景的相继辞职 完全转移了 重要改革的焦点 在整整两星期的悬疑之后 总统府宣布 将在10月15日星期一 公布新内阁名单 星期天的夜里 法国西南部靠近 地中海的奥德省 连续几个小时 遭到暴雨袭击 三个小时之内 下了四五个月的雨量 导致奥德河水位 暴涨至百年来最高 洪水泛滥 导致当地道路淹静 房屋桥梁被冲毁 死伤人数高达13人 暴雨停了之后的 星期一早上 法国在满目冲移的 惊骇中醒来 总统府决定 取消公布内阁名单 全力进行救灾 今年夏天 地中海沿岸的海水升温 导致雨势加强 天灾预告是否有疏失 仍待进一步追究 但是再次暴露了 内政部长不是一个 可以兼柴的职位 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内阁改组 直接低调地 在爱立谢公的网站上 以新闻稿方式公布 一共更换了四位部长 文化 农业食品 领土团结 以及众所瞩目的内政部长 保镖事件让马克宏意识到 他在警戒毫无人脉 于是调动了 他最亲信忠实的干部 曾经担任他的竞选总干事 现任共和国前进党党魁的 卡斯塔纳进驻内政部 在任命贤手紧励的 国土安全总干事 出任内政部国务卿 补强没有任何 内政相关背景的卡斯塔纳 我愿意识到此代表 每隔节都要请到家出亚 为众所供协 而想担任后 在此外国行创参数 决了数年 和過温不少 向空凳隔宾 也将能够进入了 呗生 此外 好呗生 我请繁文以与您 为您的信啥 事劜 我们将令人员 我愿意向 练得 图改多出的手稿 近乎轻柔的声音 平静稳定的语调 刻意放慢的速度 而且几乎是为自己 过于强势的态度道歉 这是一个新版的马克宏 只有12分钟的演说 是马克宏最短的记录 他要说的不是改革细节 他要大家看到他的态度 可以放下他的骄傲 可以收起他的滔滔不绝 给谦虚一个机会 给改革一个机会 给这个新内阁一个机会 请和我来